在水上乐园玩捉迷藏能有多好玩 只要你能藏到最后 这座水上乐园就归你所有 真的有这么简单吗 我猜你一定打不出这个字 话不多说挑战开始 他们有15分钟的躲藏时间 光头墙表示 还为躲藏者设下了10个盲盒 是奖励还是惩罚全看他们的运气 天空一声巨响 小美闪亮登场 小美表示捉迷藏这个游戏从小就玩 达的第一应该没难度 随后就躺在摇椅上休息 这未免也太大胆了吧 随后是熊二 他觉得自己是一个游泳高手 拿起救生圈就多入了泳池 另一头的熊三看见一堆救生圈 原本想直接躲进去 但又觉得实在太明显了 所以又来到了水上乐园最高点 然后他并不是来躲藏的 而是来挑战这个最长滑梯的 另一头的熊大表示 自己想躲在儿童滑梯 但是又想到熊大估计第一个就会寻找到这里 于是他又来到户外寻找躲藏点 躲藏在了最高点的滑道里 另一边的熊三也换上了清洁工的衣服 在外面瞎逛 不得不说真是胆子够大 四个人已经躲藏完毕 接下来就是光头墙的寻找时间 很快光头墙就发现了一个盲盒 里面是一个惩罚 把这盘蟋蟀吃下就算挑战成功 为了能够赢得大奖 光头墙只好强人恶心吃了下去 紧接着又开始了一番寻找 抬头竟然看见了一个清洁工 但他没有在意 直接跑开去别处寻找 他认为躲藏者不敢光明正大的躲藏在外面 但偏偏熊三出生牛犊不怕火 随后光头墙又认为救生圈里面有人 所以又开始了一顿搜索 推开之后竟然一个人也没有 很快他来到一个滑盗口 他认为自己的是吼弓 一定能震出一个人 很快他又发现一个盲盒 没想到是一个惩罚盒子 寻找时间扣除五分钟 这对于还没找到人的光头墙 可谓是雪上加霜 随后他又来到外面寻找 发现异常的熊二一下钻入了水里 但是光头墙还是第一眼就发现了他 就这样熊二成为了第一个被淘汰的人 那么其他人又会在哪里呢 光头墙继续寻找者 很快他又遇上了一个盲盒 这一次终于是奖励盒子 他的寻找时间增加了五分钟 另一头的小美为了寻找刺激 竟然在滑盗里大喊了一声 楼下的光头墙听到 为了快速地跑上去抓人 他直接从滑盗上去 但没想到这居然是个陷阱 小美打开水油开关 光头墙直接被冲了下去 小美眼见不瞄 于是立马找了一个地方藏了起来 生气的光头墙快速地跑上来 发现隧道口有一双拖鞋 顺着线索找到了熊大 现在场上还有两个人没寻找到 光头墙只好到处瞎逛 在滑梯旁又看见清洁工装扮的人 他认为这是熊三假扮的 于是拿起地上的水桶 直接泼了上去 没想到这是一名真的清洁工 清洁工破口大骂 闯祸的光头墙又来到了儿童乐园寻找 没想到居然发现了小美 这次熊三赢得了最终的胜利 成功成为水上乐园的主人 如果是你 你想拥有一个水上乐园吗 想看更多有趣又好玩的视频 记得点击关注 下一期更精彩 核 foot 这根光头墙更新的 精彩